第1895集 看到叶浩轩的这副眼神 这家伙不由自主地一等 他再也不敢阻拦叶浩轩了 他无奈之下只得把凌峰的铁链给解开 然后在他耳边嘱咐道 听着 楼下的不是一般人 你跟他玩玩陪为他开心就行了 千万不能拿出真正的实力来 出了事谁也担当不起 凌峰不语 他只是冷横了一声 然后接过一只长矛向叶浩轩移至 紧接着 他抓起自己的长矛从城墙上一跃而下 毕竟是地府冥兵中精英的一部分 这凌峰一声爆合 手中的长矛猛地向叶浩轩点起 他的长矛去势极快 长矛呼啸声响 十分的霸气 叶浩轩抓过长矛 和凌峰斗在了一起 两人你来我往 斗得十分的激烈 名府前面的地 被两人的打斗给翻得是七七八八的 现场的形势越来越激烈了 楼上的东城王看着两人斗成这样 他是越来越心惊 他心里不由地暗暗地骂起凌峰来 说好的只是陪叶浩轩玩玩 让他开心就是了 这种生死簿上没有记录的人 他们是招惹不起的 但是凌峰似乎是越斗越上性了 这万一真的伤到了叶浩轩 天降重罚 他可怎么办呢 不过好在叶浩轩的实力超乎他的想象 两人斗得虽然厉 但是凌峰也是没有伤到叶浩轩的 突然两人手中长矛相交 叮了一声火滑四箭 两人的身形同时向后退了几步 然后才站稳了身形 哈哈哈哈 好痛快 叶浩轩哈哈大笑 他双手一折 咔嚓一声 手中的重铁长矛 被他一折为二 他把手中的长矛丢到了地上 你的实力不错 我以为自从十殿阎罗走了之后 名府再也无人 不错 真的是不错呀 叶浩轩看着凌峰点头赞许道 是大人手下留情了 凌峰微微地一拱手 刚才和叶浩轩斗得极烈 他知道叶浩轩这是手下留情 不说别的 单指叶浩轩最后 丝毫不费力地折断了 他手中的重铁长矛 这份实力就让凌峰自愧不如 要知道 这重铁长矛可是明界阴兵 世代相传之物 是取地狱之火锻造而成 十分的坚硬 不要说是折断 普通的阴魂连拿都拿不起来 叶浩轩的这份实力 可见一斑 见两人终于不斗了 东城王这才松了一口气 而他也不敢在城墙上 高高在上地待着了 他连忙爬到城墙下面 亲自打开了城门迎接 毕竟叶浩轩这种人身份不明 而且生死部上没有关于 叶浩轩的前世今生 这种人最为可怕 一个搞不好 他可是要连带责任的 他现在的日子过得这么舒坦 他可不想有什么变故 大人 这里就是我的东城王府 大人先在这里下榻 东城王恭敬地带着叶浩轩 到了他的王府 他的王府是石殿阎罗走了之后 花了大力气改造下来的 庭院十分的宽阔 而且也十分的豪华 恨不得在这上面贴上了金子 叶浩轩弄不明白这家伙生前到底是什么人 他居然这么喜欢金子 下榻前不急 我来这里是找人的 你们有没有办法 定位一个生魂所在之地 这个办法是有的 我们四王各司其职 我这里没办法 但是其他的三位是有办法的 东城王恭敬地说 请大人稍作歇息 我这就去 请其他三王来这里一同议事 我已经备好了酒席 给大人接风洗尘 只是我们这里略显简陋 还请大人不要嫌弃就是 行 去吧 这家伙恭敬的态度 让叶浩轩极度地不舒服 他也不知道 他为什么对自己这么恭敬 难不成自己之前一把火 烧了一百里的望穿河 让他感觉到敬畏 叶浩轩百思不得其解 不过既然想不通 他也就不想了 反正这家伙对自己 臣服就是了 这样的话 剩去了叶浩轩很多麻烦 说真的 他来这里之后 本来是要大干一场的 至少得让封都的几位老师 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施展什么神通的 这些人都吓成了这样 这让叶浩轩感觉到有力无处施展 毕竟他们对自己太恭敬了 叶浩轩反倒不知道如何为难这群人了 只是他不明白 这昔日的冥界那是何等的大气 现在怎么沦落到这等地步了 不过有些事情想不通的话 就不去再想了 叶浩轩静等其他的三王上门来 这三王上门之后 或许他们手里有了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能直接找到李延欣的生魂呢 要知道 地府冥界不是随随便便 什么人都能来的 李延欣的生魂入冥界 这本来就是件让叶浩轩都没办法的事情 冥界何其的广大 要在这么大的地方找出一个人来 那比大海捞针还要困难 毕竟冥界实在是太大了 大的出乎人的意料之外 所以叶浩轩现在还要跟这四王搞好关系 毕竟这些家伙们是这里的土著 要说找人 没有人比他们更熟悉这里的情况 所以叶浩轩只能暂时地等一等了 宴会很快就准备好了 虽然知道这一次东城王为了讨好自己 肯定会把声势给弄得浩大一些 奢华一些 但是叶浩轩走进大厅的时候 还是被这场面给镇住了 奢华的大厅 及其考究的桌椅 还有一队一队身穿单薄唐装汉服的舞女 以及入耳的乐器 这让叶浩轩有种穿越的及时感 大人请上座 东城王殷勤地把叶浩轩给邀请到了上尉上 亲自为叶浩轩道上酒 嗯 叶浩轩恩了一声之后 然后摆足了架势 这才四平八文地坐下来 不管怎么说 他要把谱摆好才行 呃 大人 其他的三王很快就到了 呃 他在叶浩轩的跟前简直就是一只杂役 偏刻以后 一个红脸汉子 在一众人左忽右拥的情况下走了进来 扯着嗓门道 东城王 你这么急着叫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说有贵客来了 贵客在哪里 西城王敬游 一副奸臣的形象 他贼眉鼠眼地走了进来 然后他瞥了一眼叶浩轩 在看了一眼叶浩轩之后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笑什么 风扬大怒 抛开叶浩轩的身份不说 好歹今天 他是东道儒啊 他请来的人不管怎么样都是客人 但是静游却当着他的面嘲笑起来他的客人 这让他一向爱面子的东城王情何以堪的 我是在笑 这位就是你所说的贵客吗 静游哈哈大笑 就他 身上刮不出半两肉来 居然被你当成了贵客 天哪 简直要笑死我了 真的是要笑死我了 放肆 这是叶大人 东城王怒道 静游 别怪我没有提醒你 叶大人不是一般人 你快快过来朝拜 否则的话我让你好看 他不是一般人 说真的这种生魂多了去了 南城王还时不时的还要吞几个生魂呢 你说吧 是油炸还是生煎 我让我王府的大厨过来 给你当做下酒菜 你就是西城王静游 叶好轩 颇感兴趣地看着静游 回答着 他就是西城王静游 风扬有些小心翼翼地看着叶好轩 他生怕叶好轩突然发起火来 把他这里给烧了 但是好在叶好轩的脸 没有变 傻逼一个 叶好轩毫不犹豫地给了这个家伙一个评价 其他的人呢 你骂谁是傻逼 静游冷笑 其他的人 你还是别指望了 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算来 他们哪里 把你这个东城王给放到眼里了 你 风扬大怒 他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的 本来他这个东城王 是四王的老大 但是这四王似乎从来没有把他放到眼里过 毕竟这些年的歌剧 四王都是自立为王 大家的地位都是差不多的 既然地位差不多 那么谁会把你放到眼里去呢 你还没有回我的话呢 叶好轩歪着脑袋看着西城王 你就是西城王静游 哼 哪来的无助之魂呢 我们大王凭什么要回答你的话 你也不拿镜子 照着你自己是什么怂样子 静游身后的一个柴翼发话了 他上前气势汹汹地指着叶好轩 你不要以为你身边有东城王给撑腰 我告诉你 我们大王的身份那也不比他差 大家都是一样的 信不信我现在就砸了你 这几王以前本来就是小人物 他们不懂得什么叫做重视人才 更不用说有什么惊天动地的识人眼光了 他们用人 那都是随心所欲的 只要是看着顺眼的 马屁拍的响的 他们一高兴就留在自己身边了 所以这个柴翼也是一个十足的会拍马屁之人 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 这一记马屁直接断送了他的性命 叶好轩右肘一驱 一抹火光突然从那柴翼身上燃起 九阳真火的独油火焰 让在场的所有阴魂都感觉到身上炙热难耐 那刚刚对着叶好轩指手画脚的差异 突然身子下面起了火 他低头一看 不由的嘶声惨叫了起来 火光顺着他的身体 不住地往上蔓延 片刻之后 这家伙浑身上下都充斥着熊熊的火光 一分钟不到 他就变成了一堆结灰 散落在地上 然后随即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场的人无不目瞪口呆 尤其是西城王景游 看到了眼前的这种情况 他不由的惨叫了一声 然后转身就跑 只是叶好轩右手一点 这家伙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他连一步也没有迈出去 哼 你觉得你现在跑得了吗 叶好轩右手一驱 一抹真火 又在他的手心处跳跃着 忽明忽暗的真火 看起来极其的漂亮 但这在静游的眼里 却无异于一种索命的工具 饶命啊大人 小人有眼不是泰山 求你饶了我吧 我不敢了 以后我再也不敢冲撞你了 静游看到叶好轩手心的火光 一时间他被吓得半死 他私生惨叫了起来 那声音无异于杀猪 哼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叶好轩笑呵呵地说 你真的以为 我是那种普通的阴魂可比吗 你真的以为 你能骑在我的头上任意的领弱吗 大人 饶命啊 我不敢了 我求你放了我吧 静游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一般 滚一边去 叶好轩不耐烦地挥挥手 他心里也当真是无语了 怎么明界这些人的实力 已经弱级到这种地步了 啊 叶好轩并不知道 这些人之前真的是 小的不能再小的家伙 而明界的人哪怕是鬼差 他们也不过是样子长得凶罢了 事实上 他们还没有凡间的一只厉鬼厉害呢 他们是能降服厉鬼 但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厉害 而是因为一物降一物 他们天生就是能锁鬼的 但是叶好轩的九阳真火 是号称能焚尽一切英灰之物 这在明界之中 恰好起到了最大的作用 所以这些人看到叶好轩 就像是看到爷爷一样 尤其是叶好轩 祭出了手里的九阳真火之后 更是能把这些家伙们 给吓得屁滚鸟流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